启奏皇上,罗崔奉旨前去通州探视汉林边修张景发病情,经随行钦柴郎中鉴定,那张景发确已瘫痪,卧病在床,现在他请求回乡养病,请陛下恩准。 张景发祖籍何处啊? 甘肃梁州。 好,那朕就批准他回乡养病,不过他所编的名史语焉不详,用意含糊,这个得罚呀,就罚他不带盘缠一路乞讨回乡,以敬后人。 皇上,这恐怕不行,张景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如何乞讨为生啊? 那也得想想办法呀,赏罚得分明,去把弘历叫进来。 朕还要问你们一句啊,张景发在名史中所言的文山在世五目重生,指的是哪个人呢? 你们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啊? 怎么着,你们连名史都不知道了吗? 这才过了多少年呢?我大清龙兴时的血雨腥风都忘到脑后去了吗? 回皇上,这都是一些心怀剖策之人用以形容前名利臣,袁冲焕的语言。 可张景发竟将这些道庭图说,编入书稿,实在是愚蠢之极啊。 袁冲焕可有后人啊。 回皇上,据奴才查证,他并无子嗣。 女儿呢?女儿也没有吗? 啊,那他这就去查。 小明弘历,叩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郎中啊,昨天派你去探望的那个张景发请旨回乡,朕已经准了。 你收拾一下,叫我护送他一块返回故里吧。 哎,草民接旨。 多带点衣服,去梁州要翻过乌峭岭,那可是中年积雪啊。 哎,梁州啊。 皇上,这张景发他们家怎么住那么远啊? 怎么着,你还不想去啊? 不不不不,既是皇上的嘱咐,小明哪有不去的份啊? 那小明就去准备了。 哦,对了,皇上。 那我这一路的盘缠是不是像汉林院之曲啊? 皇上说了,让你们言间乞讨,以示惩戒。 乞讨? 就是要饭。 我知道是要饭。 家伙事,朕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来人呢,把东西给他。 这就是你们讨饭的家伙,拿着吧。 啊,谢皇上。 退找。 哎,慢点儿,慢点儿,别走别走。 干嘛? 让我看看你的讨饭的家人。 这就齐了。 这有什么齐的,何大人,难道你还没见过这十足赤金打造的碗呢? 这对我不稀罕。 就是。 可是我奇怪的是,这上面居然有个字啊。 真是啊,这筑什么字啊,何大人? 呸。 我招你惹你了我,我说这个字,他念,呸。 真是。 还真是啊,你说这么好好一个今晚,他住这么一倒霉的字干。 看清楚了,这是住上去的吗?这是后客上去的,你看。 这,这干嘛? 这,捧好了啊,捧紧喽。 西北道上可不太平,别让谁偷了去啊,抢了去啊,说好了啊。 你此行可真是不容易啊,你想啊,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春风都不去的地方,还让我去啊。 哎,你就是春风啊,你不是好新的风啊,做个浪什么的,啊? 哇,果然十足吃惊啊。 你说这黄龙鸡太奢侈了,讨饭还要用这么个宝贝。 哎呀,你少啰嗦吧,赶紧给我收拾收拾,说不定明天一早就得启程呢。 哎,你说这皇上怎么回事啊?让你拿到金饭碗去讨饭,不是说好了吗?让你当皇上的。 老娘们,你懂什么呀?这就叫,君威难策。 哎呀,这大清朝,满朝文武,能集中生智,临危不乱的,也就是我弘帝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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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皇上宣你呢? 啊,又宣我呀?哎呦,我今儿怕是清静不了了。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快点。 小明弘历见过皇上。 站着说话吧。 谢皇上。 郎中,朕给你的金碗呢? 尚在小明家中啊,皇上。 你为什么还迟迟的,拖着微焦给和尚呢? 哦,皇上啊,小明因为这两天心里头,一直挂念着皇上倒把这件事给忘在脑后了。 你把金碗给忘了,现在回家拿去,站在那儿等着你。 皇上您放心,小明这就回去给您取去。 退朝。 明英,别干了,赶紧,在收摊之前啊,把菜给买回来。 现在去啊,我怕菜都不新鲜了,要不我明天一早去吧。 哎呦,自个儿家吃菜,什么新鲜不新鲜的? 你不懂,收摊之前去买菜啊,最便宜了。 来,去吧。 哦。 哎呀,卖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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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哎,小姐,怎么卖? 小姐,哎,我的菜便宜啊。 哎,你看看,看看。 昨晚近战如何? 昨晚醒些得手,他又被几个太监撤回去了。 还是稳妥一些为好,只要你守在那里,不怕皇上不来。 我知道。 皇上跟你要今晚你就来找我,我要是能变出个今晚来, 我还用跟你受罪。 你,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要是贪这个今晚不给我, 你可别愿皇上斩了我的头,我让你抱着这个今晚当寡妇。 我就不相信,皇上能为了一个今晚杀你的头。 嘿,我这。 哎呦,小黑公公,您怎么来了? 皇上让我来叫你拿着今晚赶紧进宫去。 这,对,对,你看见了吧? 哎呀,可是我还没找着今晚呢呀。 那你回一声,不是吧? 大梅啊,你现在想想,给我还来得及。 没有。 我还算是认识你了。 你呀,你就抱着今晚当寡妇吧,你。 快快。 弟。 夫人。 夫人 没事 阿英啊 我问你 你有没动过房梁上的东西啊 这房梁啊 我还没来得及上去 上面很多灰尘 我还没来得及打扫 我现在就去打扫吧 你真的没动过上面的东西 夫人 我头一次做丫鬟 眼里没活 有什么事您都教训好了 我现在就去打扫 算了算了 孩儿一时荒唐 让母后担心了 也怪哀家太粗心了 像如今这么一个一般的孩子 皇上怎么能看得上眼呢 不过 皇上 民间不乏美女 但是 鱼龙混杂呀 尤其在那些地方 皇上的龙体 关系着百姓社稷 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幕后教训得急事 孩儿谨记 奴才和珅 靠见皇上太后 和珅 那今晚找着了 回皇上 据弘历称 那今晚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好荒唐啊 那一定是他们家那个大美 鬼迷了心窍 想独吞了吧 还反了他们了 你现在就跟他回去 如果他还找不着 就跟他说 朕可以派人帮他抄家 帮他掘地三尺 帮他拆房子 奴才遵旨 嗨 皇上 倘若就是一只金碗 就别难为弘历了 他在宫里呢 也算尽职尽责 即使是赏了他 也不为过 太后有所不知 这只金碗 远非同等量的金子可比 何大人 对了 我这样跟你说呢 刚才皇上说的那番话 你可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何大人 有劳何大人跟我走一趟 我们家那口子 您要不吓唬他 他真不肯把金碗拿出来 是吗 那好 到你家去吧 何大人 来 来 何大人请 大人 猜得没有 抄家子可来了啊 赶紧把东西拿出来 你 你这是怎么了吗 本来就不是咱家的东西 还舍不得拿出来这个 行了 皇上有纸啊 你们要是真找不着的话 那何某就要替你们找上一招咯 听听了吧 何大人 你要是能帮忙的最好了 那 你这叫什么话呀 你真让人抄家呀 不是 你话好好说 你哭什么呀你 今晚丢了 我说你可别执迷不误啊 何大人可是奉旨来的 抄你没商量 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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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真的丢了 这好端端怎么会丢呢 你丢个什么东西啊 在你手里一个铜板都不曾丢过 何况是这么大的一个金碗呢你 别说何大人 就连我也难以置信 信不信有你 反正就是丢了 不是 那是个金碗呢 他是犯哪儿的想想啊 就是啊 再量上啊 那么大一金碗 要是让耗子给叼走了 足够他们一家子磕好几年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何大人是什么玩意啊 不是何大人您不是玩意 这 何大人是挖第三尺的拙 这什么就是 我说您厉害 厉害 什么东西都透过他的眼睛啊 我告诉你 你就让他给挖出来了 那咱们脸面上都不好看 是 我告诉你 他要真能搜出来 我立马给他磕撒响头 那 那就是真丢了 那可不就是丢了吗 他这 这是 好 好 金碗你给我丢了 你 我 我想起来这个 会不会让那个丫鬟给拿走了 我也想过 但是再想想啊 要真的是那个丫鬟拿走了 他早就溜之大吉了 他跑回来干什么呀 是人可也是人可怎么办呢 何大人 何大人那 我这儿站这儿呢 您站着呢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还不赶紧到厨房 给烧点水给何大人漆壶茶 嗯 何大人 嗯 有话直说 说 事已至此 还请何大人能拉兄弟一把 唉 其实这事儿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是 不就是个金碗 啊 这次我还真能帮上 啊 这么说何大人 您府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金碗吗 不是 呃 我是说呀 你这样 你干脆啊 交上半斤多金子去 因为我看那碗呢 也就半斤多重 可 可那是一个金碗呢 别急别急 听我说 啊 啊 你就说啊 你们家大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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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金碗呢 融成金子了 是吧 是吧 这样呢 你把金子交上去 就可以交差 啊 皇上呢 也不至于炒你家啦 啊 啊 这倒真是个办法 啊 哎呦 你把这半斤多金子 我上哪儿去炒啊 何大人 哎呀 那 那就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了 何大人 嗯 我 我要是开口跟您借半斤金子 您是一定不会借给我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借啊 这么说您愿意借给我金子 您愿意帮我这个忙 何大人呢 Roosevelt 你怎么这么凉啊 得有个条件 我就知道您来跟我讲条件 算了算了 我是让我碭上这么一个老坏 何大人 什么条件您开口吧 后 rappe ért 哎 别这样 啊 还asonic 我and 让你赐败 什么大不了的 是是是 就是啊 我给你 我给你 怎么这么香啊 香啊 是 是不是何大人您刚才 这么痛快了一下吗 痛快 不就是放了个屁啊 是是是 何大人果然不同凡响 您放的屁 都是香的 谁会拍马屁了 啊哈哈哈哈 香啊 香啊 还真是香的呀 不对 这个就是乾隆 那个呢 和珅 还有个女的 是皇帝的相好 她就在厨房里 你到那儿看看 这两个交给我 嗯 你打我干什么呀 谁打你了 你以为 何凡响人 竟使出如此下流的伎俩 放老实点 免得不自在 你就会 嗯 鬼头蛤蟆眼的 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是是是 何深 何某在 我问你 你把袁中正弄哪儿去了 袁中正 没听说过呀 他是谁呀 我说你有病啊 他不说实话 你打我干嘛呀 何深 我再问你一遍 袁中正究竟被你们弄哪儿去了 我实在不知道 袁中正这个人 你打死我呀 何大人 你打死我呀 你老东西 你有病啊 你 你真是有病啊 你眼睛不好使 你手也不好使啊 你怎么老打我呀 他是你的臣子 养不教父之过 你这做皇上的 还不应该替他受些教训吗 啊 我 你 我 你 你这样东西 我告诉你啊 你打我可以 他绝不能伤着皇上 打我吧 我 我 我说你有病啊 你是老年痴呆呀你 你把我当皇上啊 你看我像皇上吗 这让人笑我自己了 皇上 如他是感同身受啊 当然能信皇上身上 疼在奴才心里 不过皇上放心 有我在 绝不能让你老农上你一根毫毛 哎呦 还没上一个毫毛呢 不是皇上 这是 我不懂他可以 只要你说出原忠正的下落 原忠正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他是原忠患的余孽 现在不过已经被九门蹄都关在天牢里了 我让你放人 放人休想 嗯 不是 你敢心思皇上 你就不怕灭九族吗 嗯 好好好 那就这样 老英雄啊 我这就去放人 但是你 你千万不能伤着皇上啊 你先去放人 等见了原忠正 我自然会放你的主子的 哎呦 我给您作义了 我 我刚才 我刚才诊断错了 我说您是老年痴呆 您哪是老年痴呆啊 你打生意来就是痴呆呢 你还以为我是皇上啊 你 你说对了 我确实是个痴子 痴心之位元大将军 那好 那好 皇上你先忍忍 我去去就来 你再敢耍斤使诈 休怪我伤害你主子 他要不使诈 他叫怪的 不会的 不会的 我正就去放人 正就去放人 你先忍忍皇上啊 你快去吧 你 哎呦 老英雄啊 哎呀 何大人 您 您怎么来了 是这么个事 本官已经发现了 袁冲欢与党的首要分子 他们就要采取 对皇上不利的行动 在哪儿 就在那个红礼站里 还不快去 是 何神此人狡障多变 你还是先离开这里 我在这里应付他们 我怎么能把您一个人 留在这儿呢 你先走一步 等他们将令尊释防后 回号有个机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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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快点 我来了 让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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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下兵器 饶你不死 和尘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主子吗 杀吧 随你的便 给我拿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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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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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门老子就放火烧了 你让他们退病 我说你这老头你脑子有病啊 你动脑子行不行 我要是他们主子 他能不能这么大动干戈吗 他们 和善 我数到三 你退是不退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 别杀别杀别杀 要杀就杀我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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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竟然还敢动到枪 我也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阿伯 我还得回去 你怎么还要回去 他们并没有发现我的身份 这是我们接近皇帝的好机会 阿伯 我不能就此放弃了 你放心 我回家必小心的 嗯 尤其是和善不可小事 嗯 孝明叩见皇上 平身吧 谢皇上 今晚拿回来了吗 皇上啊 托您的福 红利我今天差点就见不着您了 不要危言耸听 问你今晚拿回来了没有 啊 啊 是 这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那个金碗呢 啊 全怪大妹一时贪心 他找了一个金匠 就把金碗融成一个金元宝 哎 不过成色一成没少 不信皇上您颠颠 是什么东西啊 来人呢 小黑 你去把那个大妹给递来 让他在宫中为奴 让他赎罪 呃 呃 呃 真不想看见你 走 啊 皇上小的还有话跟您说呀 滚滚滚滚滚滚 滚蛋 皇上不想听 快走走走啊 快走啊 啊 出去出去走啊 走啊 走 哎呦 吓死我了 夫人 怎么了 哎呀 你上哪儿去了 啊 哦 我刚才在厨房洗菜 突然想到卖菜的少给我一个铜板 所以我就找他要了回来 不好意思 耽误您午饭了吧 哎呀 没事没事 亏得你刚才不在 你知道不知道 刚才家里啊可出了大事了 出了什么事了 哎 我也不知道 我去厨房淒茶 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味儿 就一下子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啊 看见一个老头 他拿着一个钢签 要打我们家红利呢 我一下冲出去要跟他拼命 亏得这个时候啊 何大人来了 那老头才跑了 啊 夫人 我来帮您收拾吧 哎 也怪我一时财迷心窍 把一个金碗给藏起来了 谁知那金碗 关系重大 大梅听旨 皇上口谕 宣大梅即刻进宫 黑公公 容我收拾一下好吗 不必了 离开就走 哎 哎 夫人 明英 家里就交给你了啊 我知道了夫人 看来真是躲不出一 躲不过十五啊 张警发一事 早晚得有个交代 而且是敢早不敢晚 只要甘肃寻附见了人 回奏皇上 这事就告一段落了 老爷 要不奴才再找个人 冒充一下 嗯 那是一事不凡二主啊 嗯 可是 上次冒充张警发的那个东西 踪迹全无 小人是费尽周折 哪也找不到他的下落呀 费尽周折 你也不想想 他逃跑的时候皇上失踪了 全城都戒严了 他跑得出去吗 老爷说的也是啊 咱们给他那点银子 也就过他活上几天的 他这个人 又赌又嫖 一身的毛病 做吃山空的那一天 他还不得出来混饭呢 他一个戏子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不出来唱戏 吃开口饭 还能干什么呀 老爷说的是啊 奴才怎么就忘了这点呢 奴才 连夜这就派人 查他个底儿掉 到戏园子里 这事不要生长 奴才明白 好 太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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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闯了大祸了呀 黄蜜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那么伤心啊 瞧这眼泪流动 太后啊 我这都是嗓好的话呀 我 我没连千金老人家呀 我 弘历啊 到底是谁欺负你了 告诉哀家 哀家替你做主 太后 都怪我自个儿没本事 我没关好自个儿的老婆呀 我没本事啊 太后 他把皇上给他的金盘给弄丢了 皇上现在要把他抓到宫里来 让他让他重身为奴啊 太后啊 他这是最有应得呀 我弘历的命就哭了呀 我当是什么事呢 就为了这个呀 放心吧 我呀 我呀 让人去见皇上 把大梅叫到慈宁宫来 守着哀家 包管 他不是委屈就是了 真的呀太后 那就多谢你老人家了 多谢了 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不不哭 你真是难为你了 这么心疼老婆 我这就让人 就叫皇上要人去小白啊 奴才在 快到皇上那儿 把大梅给我找过来 我这个人哪 就切不得人家流眼泪 遵旨 谢太后 可是 你说刚刚那人不是皇上 但是 刚才又来了几个太监 说皇上让大梅进宫 这就怪了 我刚刚 也没有注意 那个大梅一进宫 线又断了 不管怎样 他的宅子还在 我只要在那守着 我想 他不会一辈子住在宫里面 我这儿 还有另一条线 张锦发 大伯 现在我们兵分两路 我现在就守在皇上的相好那里 你前去尾随张锦发一行 我已正是如此 只是甘肃路途遥远 辛苦阿伯了 为了元大将军 没有辛苦二子 你一个人守候皇上 也要多加小心 倘若没有一击而中的把握 宁肯隐而不发 我明白 太后 咱上回说到哪儿了 是秦琼 秦琼卖马呀 还是玉池公救驾呀 先别说了 叫你哭成这样 哪还有心思说书呢 太后大梅来了 你就是大梅呀 那就是 快快快起来 哎 我 就放你们出去 多谢太后恩典 快 快劝劝弘历吧 瞧她哭得那份伤心哦 小白 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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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好端端的 干嘛哭成这样 我小朕有个三长两短的 行行行行 别哭了别哭了 我没真哭 我往眼睛里抹了点辣椒面 原来是骗我的 别让太好听见了 他要知道我骗他 得咱俩都没命了 启禀皇上 宏历求见 让他进来 草民弘历叩见皇上 起来说话 谢皇上 有什么事啊 皇上 您的气消了吗 弘历啊 朕刚请了法兰西的画师来画像 你别在这东拉西扯的 有话说没话早早的回去 皇上您要是不生气了呢 小民就敢说了 你这人还是倒打一耙呀 你们夫妻两个在慈宁宫 轻轻握握打情骂俏 你以为朕不知道啊 还委屈你了 皇上 您可真是足不出户 明见实礼啊 有你这么夸朕的吗 别人都是明见千里 怎么到朕这儿 就打这么多折扣啊 皇上啊 慈宁宫到南书房 还不到实礼呢 小民有点夸张就是了 你是说 宫外的事朕就明见不了了 皇上 小子差点顶着您的名 挨了一钢签 这件事您明见吗 一钢签 你只是去了广区门外的石料厂了吧 哎皇上 我怎么一说到钢签 您就想到了石料厂了呢 真就是在这石料厂被绑架的 后来有人回来密报说 这地方一把火都烧成废墟了 哎呀 那个凶巴巴的老实将还在吗 后来朕派人去就没见到他 嗯皇上 您派的侍卫当然见不到他了 因为他已经到了小民的家里了 他去你们家了 皇上您可要小心呢 依小民所见 皇上您还有小民所受的所有的委屈 都是替何大人顶着钢的 哦 这话里有话啊 啊 当时那个老头将何大人和小民 勤在一起的时候 点着名向何大人要一个人 要一个 什么人呢 元 元什么 元中正吧 正是啊皇上 哎呀 看来皇上您真是 不仅仅是明见十里 百八十里也马马虎虎啊 别废话 下头呢 后来和珅一口咬定小民就是皇上 啊 那个那个情急之中 小的只有大义凛然的硬下来 哎 那个老头就抓着皇上 以为人质 让何大人带人去 可是何大人他出门就把九门提督的人给带来了 哎呀 那老头险些把我的脑袋当石头给砸了呀 幸亏大梅救了我 哎呀 皇上 当时小民要是真的死了 那可是顶着皇上您的名死的 哎大梅救了小民就等于救了皇上啊 哎那是立了一大功啊 这可以顶一个金碗了吧 那皇上性命总比一个区区金碗要珍贵得多吧 皇上 启禀皇上 法兰西画师王志成前来见驾 快请快请吧 这 行了 你回去 回去吧 回去吧 好 小民搞退 笨猪 笨猪 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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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你懂什么呀 这是人家法兰西人见面时候的问候语 呵呵呵 别丢人了 这里 这 szych 这 你说这阳 argues 话真有意思啊 笨猪 杀驴还成好话了 笨猪杀驴 嘿嘿 淒猪 过来吧 何人大胆敢擅闯九门提督府 什么事 接黄榜 你什么事就接黄榜 送东西 什么东西 人头 真够臭 张景发是你杀的 的确是小人所杀 你说你杀了张景发以什么为证 人头 怎么臭 打开 他已经是面目全非 他没法看了 这张景发没死几天 怎么会面目全非看不清了 因为小的对他恨之入骨 所以在他脸上多砍了几刀 大人 我那金子呢 这 金子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给你的 不过 不过你在这儿再等等 好好好 等等等等 就这样案子就给破了 破了 这么简单 哎 难家不会 会家不难嘛 皇上 这就是你的妙计啊 你就没想到有人会骗局赏金 拦杀 无辜 哎 皇上 您放心 这回小明我出的是黄榜 谁敢接黄榜充数啊 有你这样擅出黄榜的 他就有烂杀骗赏的 谁让你擅出黄榜了 不是皇上让小的我见机行事的吗 你强词多理 那凶手他说为什么要杀张景发了吗 他说张景发他篡改历史 他怎么知道的 我 皇上我还没审呢 你瞧瞧 此人就压在九门提督衙门 皇上您一审便知 几下九门提督 爷 咱这红郎中可这是神人 听你瞧 这黄榜羹踢出去没多久 就有两个自身是凶手的 到咱这九门提督这来领赏来了 枕头就在 怎么一个比一个臭 糊涂东西 还不赶紧是发榜文 把红林那个假的给他撕下来 你们两个人都是杀张景发的凶手 是 行了行了回话吧 张景发到底死在谁手上了 的确是小人所上 是小人所上 小人有人头为证 我也有人头 好啊 那既然是黄榜以皇上的名义 发的军无戏言嘛 那咱们也不用追究是谁杀的了 来人呢 赏银 五百两 一人二百五十两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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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二百五 把银子拿上 退水斩了 走 走 走 不要 走 不要 烂烧无辜冒揭黄榜 是 委屈你们了 弘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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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子溜了 坏了 怎么了 金子 什么金子 哎呀 从河山那儿骗来的五百两金子 我放在床底下 忘了拿了 我得回去拿去 哎呀大梅 人要是死了 要金子还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回去 让皇上抓了 那不就得杀头吗 人活着没有金子 还不如死了舒坦呢 我得回去 哎 哎 哎 别关门 别关门 哎 哎 哎呀 皇上啊 你有什么事 您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您还亲自来了呀 你 没这一箱金子 你能回来吗 嗯 这下午来的时候 就看见你把金子 忘在床底下 就知道你准得回来 所以在这儿守住带兔啊 嗯 既然皇上给逮着了 小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要杀要寡 皇上您随便吧 哎 哎 长出息了 还还安排埋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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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petual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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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ts 你小心 你别伤着我 好看你国之君竟然如此大象 你说我是一国之君 你弄错了 你问我 不嘴 你果然是皇上身边的人 我说你这个老头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三番五次把我当成皇上 你仔细看看有我这样的皇上吗 你再看我们俩谁像皇上 你如果不是皇上 为何有权天皇宝 那你又不是丫鬟 你还在我家干了那么长时间粗活呢 我那是不得已而为 是你不得已 这不信我也有不得已 我只听过不得已当丫鬟的 就没听过不得已当皇帝的 怎么没有 不信你去问他 你既然不是皇上 那今晚凑合而来 你是因为这今晚把他当皇上的 姑娘因为何事想见皇上 此事与你无关 你问也没有 那未必 如果姑娘如果真有冤情的话 没准朕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朕 别伤了 别伤了 黑他娘的 朕想通了 我当这皇上有什么好啊 我每天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我也还防着你们这小人的追杀和算计 来来来 你们干脆成全阵 给这两个痛快点 那你到底是不是皇帝 我又不是皇上 我怎么会有今晚 我怎么有权发金榜 我身边 怎么会有这样精明的卫士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英姿风霸我 你们两个无忠无孝无君无腹的东西居然敢对朕来动促啊你们 我们该如此冒犯 全都是因为家父 因为你们家父也不能为难皇上啊 这风马牛不相提嘛 事不相瞒 民女的先祖正是前名都师 袁崇焕 袁崇焕 袁大将军 那英雄呢 怎么后代如此不孝啊 什么 你小心点 我说你这个老头 那袁大将军难道不是个英雄吗 要朕来说 他不但是英雄 还是个大英雄呢 就如同那个 我这一害怕 我给忘了 对 让朕的随从跟你说 文山在世 五目重生 文山者闻天祥 武目者岳鹏举 对 既然你的先祖有如此的评价 为何还要四处下令 捉拿袁氏的后代 为何还要为难张警发张汉林 你替身来说 那是因为皇上听说 袁大将军无后 怕有人冒充袁家后代 在外头招摇撞骗 既然如此 就委屈皇上 让你的随从 把和珊找来 咱们当面对峙 这怎么又扯上和珊了呢 对啊 怎么又跟和大人扯上了呢 皇上有所不知啊 两个月前 家父得知朝廷要修改名史 便携巨款进京 本来想建用张警发张大人 通过和大人的门子 也好让世人 对我们原家六个重新的评价 可是知道家父就此失踪 询问过和府的下人 也都没有家父的下落 明明出于无奈 只好出此下策 请皇上做主 与和大人当面对峙清楚 那你说朕该怎么办呢 那我就把和珊给叫了吧 别忘了 你的主子还在我们手里 你可别忘了 朕还在他们的手里呢 下官不知皇上在此 高公主 把这马留给朕了 皇上 皇上 你慢点 你马不听话 你小心 皇上 你让我在外面给你放风 我等了你半天都不出来 我还以为你拿着金子跑了呢 看见了没有 你找的好丫鬟 明英 我待你可不薄啊 你就这么算计我们家当家的啊 我告诉你 要金子 你拿走 你不许伤害他 我要的不是金子 明女是为了寻找父亲 才不得已对皇上这帮无礼 皇上 皇上来了 皇上在哪呢 我不就是皇上吗 你疯了你 什么时候来打住脸虫胖子呀 傻妹子 你长这么大两眼睛 是用来出气的呀 皇上 哪有长成他这样的皇上啊 你住嘴 这不就是皇上吗 你说你是什么 你说你是什么 我这 你不就是一卖野药的吗 你说皇上给你什么好处了 你这么替他卖命啊 你说什么 那他是什么人 他就是一卖野药的 不信你走进了去闻闻 他那身上除了甘草就是雄黄味 那皇帝身上哪有这些味啊 你闻闻 阿婆 坏了 刚才那人已曝光了 我们得赶快离开此地 那他呢 先带上他慢慢再问 你 你 你 夫人放心 如果他真的是你老公的话 我保证不伤他就是了 皇上 这么晚了 你让奴才来找弘历所为何事啊 进去就知道了 大梅 大梅 皇上 快救我 我 我斗不了了 我令人他们抓走了 快救我 知道知道了 和人快回宫去找几个高手把穴位给他解了 快救我 快去啊 是 大梅 今天完事谁都不能说呀 特别是和神 知道 皇上 您的记者要立 你放心吧 跟着想办法 都听好了 凡是受元氏后代一案牵扯入狱的 都站出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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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啊 我 是 我也是 臣不知皇上驾到有事愿赢 请皇上恕罪 是 高虎都听着 这些人朕都赦免了 从今往后 凡是有余元氏后代一案有牵扯的 一律不许收监 臣 遵旨 你既然不是皇上 为何出尔反尔 一会说是 一会说不是 你 你不知道啊 我这人耗面子 一开始因为怕死我丢了面子 后来我就打肿脸充胖子 想把他捞回来 你既然不是皇上 我们也不会留下你 等一会阿伯回来后 我们商议一下 自然就会放你走 你放心吧 姑娘 有您这句话就好啊 姑娘是元大将军之后 定然有先祖的遗风 那叫什么来着 那叫军令如山倒 叫说一半是吧 就从这元大将军这等英雄 我怎么能不放心呢 我放心 我是 阿伯 外面风声如何 说来奇怪 走完走后 并无大堆人马开完红府 我说是吧 我说是吧 谁会为我这样一个走江湖的人 大动干戈吗 更奇怪的是 昨日半夜 被九门提督捉拿的元氏后人 现在全部释放了 据说 据说是皇上下的命令 再一次证明我不是皇上了吧 就算你说你是 我们也不会相信 阿伯 那咱们就先放了他吧 且慢 这人虽然不是皇上 但却是个重要的人物 我们若是放了他 不知何日才能找到令尊的下落 对 不放也对 不放也好 反正我把皇上也给得罪了 皇上也得让我偿命 死在谁手里不是死啊 倘若能死在元大将军的后人手里 刺在姑娘您这样的家人手里 那我真是 做鬼都风流 总比让皇上一刀砍了墙 你得罪皇上了 我这不也是受了和珅的陷害吗 张景发被人杀害了 皇上让和珅破案 哪知道和珅把这件事推到我头上了 我也是耍小聪明的我机灵 我就以皇上的名义贴了皇榜 说是 献上张景发的人头者有赏 哪知道碰上两个无赖 为了骗取赏金 滥杀无辜充数 皇上就让我偿命了呗 如果是这件事 那我们可以帮你 你们如何帮我呀 阿伯一直在跟踪刘全一行人 张景发死的时候 阿伯也在现场 凶手不是别人 就是刘全的随从 真的 阿伯还有张景发的人头 你可以拿回去向皇上交差 真是上天有眼 上天有眼哪 姑娘 我多谢你了 你可真把弘历我给救了 这下我可以过关了 多谢多谢 多谢 你快走吧 姑娘 你救了我 我弘历过去也是走江湖的 我最重的是江湖义气 我一定寻找机会 帮你打听到令尊的下落 好啊 你走吧 我听你的口气 你有点不信任我呀 要不这么着 咱们留个联络的方法 日久见人心怎么样 家父离开这么久 全无音讯 只怕一遭不测 我哪里还能等到天长日久呢 那我抓紧办就是了 我问完你说啊 我弘历在皇上那里 说话顶点用 好 既然这样 如果有事的话 你就到这儿 在门口挂上一盏红灯了 第二日 我就来这儿与你相见 这是张景发的人头 姑娘 那你们就 等着弘历的消息吧 好 无头的尸首 自然不好判定是谁 可是你们几位 汉林刚才看了 郎中带来的人头 能确定这人头 就是张景发的吗 何事你说呢 回皇上 呃 奴才看绝非张景发 呃 尽管奴才看不知道 为什么这是哪来的人头 但是不是有些丧心病狂之徒 想骗取弘历的赏金 滥杀无辜充数 你们认不出来啊 朕认得出来 朕前些日子在昌平见过他 知道在昌平哪儿吗 就是在刘全护送张景发那轿子里头 他就坐在那轿子里头 你们说那不是张景发就齐了 朕可是让刘全去护送张景发回乡的啊 那里头坐的不是张景发是谁啊 皇上 小民以为这事还得把刘全叫来对质才行 何事呢 刘全的伤权好了吗 回皇上 刘全其实伤的不重 但是那些歹徒竟然在暗器之上喂了毒 所以至今刘全的伤势不见好 那好 你先回去问问他 还得记得把这人头带上 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朕就坐在这等你回信了 我才遵旨 老爷 奴才该死 都怪奴才 办事不力 给老爷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不过老爷您尽管放心 奴才 宁愿一死 也不会牵连老爷的 你干什么呀你 只有奴才死了 张敬发的线索自然也就断了 弘历与皇上也不可找您老爷的麻烦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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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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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啊 老爷我又不是朝你借钱哭什么穷啊 嗯 此生别无他物 说这话你肉麻不肉麻呀 的确如此吗 行了 漂亮话不用说了 啊 现在 你是背水一战啊 啊 倘若要想柳暗花明的话 只有一条路可走 嗯 你要听明白啊 奴才全听老爷的 那好 那我就明说了 甲张经发的人头 现在 已经在皇上手里 而且皇上声称 他就是你护送返乡之人啊 但也只是皇上的一家之业 倘若你咬死了不认 那便是死无对证 可是 与奴才我一同护送张经发的 还有随从一行 如果要是皇上追问起来 找他们对质 那可如何是好啊 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 嗯 那些随从 都是和服的人 老爷我自然会安排的 我告诉你 有一点你要听明白 嗯 嗯 这件事 如果能咬死了不认的话 嗯 最终 可能死的是你 嗯 但是如果你先前十口否认 而后你又抵赖不过的话 那就是欺君打罪 是要灭九族地 嗯 嗯 嗯 刘君啊 你要想好了 好啊 老爷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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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看过那颗人头 他说绝非他所护送之人 怎么样 皇上您看怎么样 咋谎了吧 那还是正看花了眼不成吗 奴才不敢那样讲 刘全本来要随奴才 一同进宫 当面向皇上禀报的 可是被奴才拦住了 嗯 刘全随奴才多年忠心耿耿 料想他没有骗奴才的胆子 那好啊 明天一早把你那个刘大管家 带到宫里来 正要想见识见识 你这个忠心耿耿的大管家 是 明天一早 奴才就带刘全进宫 皇上法眼如炬 一看就知真假了 何大人 这种小事还用得着皇上亲自鉴定啊 有我弘历在 怎么说 你比皇上还高明啊 何大人 嘿嘿 我不是这意思 你不要忘了我弘历是郎中出身 郎中讲究什么呀 啊 望文问切呀 就算一个人撒了谎 他面不改色 但他的心跳 脉象是有所不同的 所谓做贼心虚嘛 嘿 只要我弘历这把手往他脉上 轻轻这么一按 真假立变 嘿嘿 何大人明天一早啊 瞧好吧您呢 行 就这么说了 明天一早啊 让弘历当着群臣的面 给你那个刘大管家 把脉策谎 遵旨 弘历啊 怎么样啊 你是真有此过人之能啊 还是吹大气啊 嘿嘿 皇上 您就等着明天早上瞧好吧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得而戏啊 皇上您放心 小明连这点把握都没有 那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对了明天一早看你的了 小明告退